歡迎大家收看全新一輯的 風生水氣精露班 潑別了一年 我吳文欣仍然是你們的主持 當然還有我們等到鏡頭長的 阿Sir, 蘇文峰師傅 還有我們現場的一群 蘇文峰入室地址 當然少得的 還有繼續支持我們的家庭觀眾 大家就可以逢星期六 晚上十點鐘 扭開電視和我們一起學面相 蘇師傅 是 你終於探完世界了 肯捨得上班了嗎 世界就沒有探完 探完可以再做, 做完可以再探 你也好, 真是羨慕你 對, 師傅 聽聞你這個教面相衣門絕技 已經收山了很久 沒錯, 就來我也收山了 這次你肯重出江湖有錢 電視是否給了你很多甜頭 不就那個Lily Lily Lily不是我們寫稿 對, 她告訴我 這次女主持厲害了 對, 很漂亮 不過耳目一身, 漂亮得不得了 美得連你不收錢也肯做 簡直是喜出望外 我簡直是反應 想也不想就做 沒錯 誰知道來了 就是我了 簡直耳目一身 由頭到腳都不同了 對, 你知道我為了這個節目 真的專門改頭換臉 那不然又再拍你 對嗎 跟拍你, 你知道是很困難嗎 有多困難 少一點, 少一點 少一點, 少一點 尾巾都會被你疾 不過你這個人多聰明 不過懶小事 說了很多次 師傅, 有很多朋友 知道我做這個節目 問我 是否面上 沒有學風水那麼實用 兩個不同的用處 學風水就知道 很多人是病 不是自己病 風水病 就是風水醫 但是人際關係 原來看上日很有用 讓你看到人中還是姦 男人有心還是沒有心 是想著一夜站 想著長遠發展 對你來說是否很有用 很有用 真的 譬如做生意的人 信不信得我靠不靠得住 談到很大的生意 誰知道原來買一隻 那你就知道他會說謊 看樣子就知道 人家真是假 有沒有說謊 師傅, 我做完這個節目 是不是可以找個好老公 看人家的樣子就知道 不是 你看到人家的樣子 不是代表你找得到 不代表他喜歡我 當然了 對, 注定的 對, 師傅 聽聞你帶了你的師傅 即是我們的師傅上來 我師傅, 你也相信 對 我師傅厲害了 我跟你的師傅 起碼三十多年 而且我師傅… 這個師傅很殘養 對 而且我師傅很仁慈 學費特別划 兩個二而已 很多年前 很厲害 我師傅有很多東西學 又有獎 又有相 又有牙 行… 我們還有十多二十宅學 對… 對… 師傅, 你上一輯說 風水最高境界是斷鼓 這個… 面相最高境界是甚麼 都是斷鼓 是十倍的斷鼓 又斷鼓? 你這麼多斷鼓, 你說我都斷鼓? 看風水其實不是斷鼓 看風水是你一加一等於二有數計 原來看相來說 甚麼是眼有神、眼沒神 眼珠大、眼珠小 你基本上不懂 你是不是很多人不停比較 你才知道 那些叫經驗, 師傅 不是斷鼓 隨便吧, 求求我 對, 師傅 你一看到我的樣子 其實本身已經看穿了我的心 沒錯 又看穿了我們一群弟子的心 沒錯, 怎麼看相 好, 這時候 不如我們介紹一下 一群入室弟子 我們先看 對, 師傅 對, 師傅 對, 師傅 我們一群入室弟子 不如循例給他一些分事 或者對他們有甚麼期望 有分事嗎? 叫我分事 只是叫我說廢話 不廢話 一點也不廢話 師傅 怎麼會廢話 對, 因為學體上 原來到最後 你知道自己的優點、缺點 最重要是知道優點 你就要發揮 知道缺點 就不要在這裡逃避 改善就行了 對, 面相可以改善 改善來我 透過心 對, 我的過來人 其實做蘇文峰的入室弟子 最重要是不要怕被他罵 知道嗎?你們怕嗎? 不怕 真的不怕 不要緊, 罵罵下慣 記住老話上課有甚麼不明白 就記住發問, 知道嗎 知道 很乖 對, 師傅 除了問得蠢被我罵 還沒上課之前 我又要介紹這張 風生水氣行運卡 這張行運卡 師傅, 一卡旁身有甚麼用 世界通行 很厲害… 有甚麼厲害 有甚麼厲害 對, 你要看這個圖 原來這個百歲榴年圖 就等於這個大圖 容易看一點 原來這個圖 你一學會之後 知道每一個部位 走到多少歲 例如你現在十八歲 十八歲 原來看日各月各 不是跳到二十八 就跳到印堂 你看到那個部位 好不好就知道多少歲 還要不止 我想你一聽我們的歌 聽了很久 原來歌的口訣在這裡 好, 嘴唇有一顆豬 就爭取不認輸 原來嘴唇有個嘴唇 就吵架不會輸 把你的口訣背熟了 你見到人 一聲就彈出答案 立刻認識了 很有用…多些溫習… 我想大家都很想 馬上拿到這張行運卡 如果想拿這張行運卡 就可以… 電童回郵信封寄來 荃灣海勝路九號 有線電視大樓四樓 娛樂台風山水氣精錄頒修 著名殺取幸運卡 除了郵寄 也可以按這個網址下載 對了, 師傅 我們第一課學些什麼 厲害了 中央十四氣勢 文欣 師傅, 怎麼樣 我們看看學生有什麼特別的樣子 對呀, 挺像街邊看數目 不是嗎 紫色三個美女 紫色三個美女 一看她的眼睛就像我 水汪汪、黑眼睛 真是比男人 對呀, 包容二、三個關係 不過不是看這些 金層教中線 即是甚麼 中間的線 你以後看看我 中線 是 有什麼特別 左右有什麼分別 這邊面大一點 這邊面小一點 所以說 為什麼要看東線 它不是左邊面大一點 或者小一點 原來每一個人的面 大部分都有高低 鴛鴦大小的 你學過化妝就懂了 每一個人的樣子都不一樣 拍照也好 這邊漂亮一點 這邊沒那麼漂亮 對呀 學了中線之後 你就看到左邊和右邊 有什麼不同 考考你們 我左邊、右邊有什麼不同 這邊還沒… 觀眾睡覺了 等你這麼久 原來很簡單 你看到我整個臉 左邊全部倒下來了 右邊全部推上去 唉…當初我出生的時候 不知一邊頭先 所以全都歪了 看不看 這個拳高一點 這個拳低一點 這個壓低一點 這個壓粒一點 這個壓粒一點 那代表甚麼呢 原來左邊代表羊 右邊代表陰 左邊壓是爸爸 左邊拳是三十歲前 人際關係 對,如果左邊壓粒 爸爸緣分不太好 或者身體不太好 右邊沒問題 左邊拳比較低 三十歲前沒那麼拳威 三歲又拳威少少 所以你懂得看中線 其實大略你也知道 三十前、三十後 有什麼關係 左邊是三十前 右邊是三十後 沒錯 掌也是嗎 掌就是常用的手 右邊是三十後 對,就是一樣 記住了 臉上、掌上一樣 不用分藍、左、內、右 左邊三十前 右邊三十後 接著 說正話 不要那麼多廢話 那就教中線了 首先,火星 火星不是… 對,剛剛想說 不是火星 撞地球的火星 原來我們中國人 就是天、南、地、北 記得嗎 學風水的時候 左東右西 對,原來一定是天、南、地、北 左東右西 所以天、火星 就代表藍,就代表火星 所以你看到北就是有個水星 相對的 那火星就代表十五歲 在頭髮裡面 不過不要看我 我剛到這樣 火星原來在這裡 你要找回年青 十八歲那些 你才看到火星在頭髮裡面 不要找老人家看 那天宗來說 是頭髮外面 火星和天宗 原來看你十五、六歲的時候 學業行不行 有沒有障礙 能不能讀書 我幾年前而已 幾年前你讀書都不錯 好過我讀書 原來我就是M字壓 原來火星是甚麼 為之靚 火星天宗 它是高 還有闊 就叫做靚 不靚的 比如火星有個美人鐺 那就不靚了 又或者髮腳岩殘 或者髮腳很低 那些叫做火星天宗不靚 這樣十六歲、十七歲 就沒有書讀 要出來做事了 但是究竟做暑期工 還是真的完全沒有書讀出來做事呢 又有個技巧 原來火星天宗不靚 但是整個額很闊 代表十六、七歲出來做暑期工 或者外地讀書 是一直有書讀 但是火星天宗不靚 又好像我額那麼窄 就沒有書讀了 師傅 火星天宗很漂亮 額高 就是少年運好 沒錯 但是那時聽人說 女生的額太高、太闊 又不好黑膚 現在的年代不怕 是嗎 現在的年代 黑膚最多養起老公 古代不同 因為古代黑膚來說 就黑死老公 沒有人養 那怎麼辦 所以古代的相法 和現代相法就不一樣了 古代其實因為女生太強 就不好 沒錯 因為熱膚為主 額闊的女生其實很強 沒錯 不過原來也是黑膚 是嗎 不過現在的年代黑膚 主要是靠不到老公 要做事厲害 老公最適宜是嫁少夫 然後就說天庭 天庭不是上天庭 原來天庭就代表19歲 天庭是看你一生有沒有貴人輔助 那你的天庭就比我的天庭 那通常你看到那些很年輕 而出名的明星 或者家裡有錢的人 通常天庭就很飽滿 簡單一點 例如張柏芝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整個額外很闊很漂亮 那些就是天庭飽滿 很早就有貴人輔助 尤其是30歲前就起運 所以天庭就看掌上助力 那師兄和中正兩個位 一起看官六公 官六公來說是看做官 容易升職的 那現在沒有官做怎麼辦 打政府公 原來也叫做官 或者大機構 一路升上也叫做官 所以如果這個師兄中正很飽滿 代表可以打大機構一路升上去 但好像我這樣套 就千萬不要打工 升職人就升職我 原來我小時候 學整頭髮也是 每次在原地公司 他就不升我 經常要等另一個 一起升 我學習快速三倍 我要等他 我豈不是要等多三年 我當然要跳到別處 自己升自己 所以記住 如果師兄中正這個位 不漂亮的 叫做自己升自己 或者二路功名 什麼叫做二路功名 自己創業做生意 或者做武職的事 譬如說考警察 他可能升得很快 或者做軍人 可能升得很快 那重要 師兄中正這個位 很多人都套的 你是很飽滿的 我是套的 看見不見 套的這個位 即是你要個人力量得才 不是錯了 懶力了 這個黃色三個學生也是 看見不見這個位套 有條坑 我看見很亮 還沒上面 讓我出去示範 看見不見這個位 有條坑 是呀 是呀 那你就看見 所以觀察力不夠 原來這個位套叫做 所以記住 不要大機構 要二路功名 還要 原來這個位 捉零二十四 虛零二十五 我們先搞清楚年稅 原來歲數怎麼算 是懷推十月也算 捉零二十四 再過兩個月叫二十五 原來這個位套二十四歲 容易感情變化 你一段感情 就一段感情 失戀或者結婚 或者你一段感情 好師傅 我們來到這裡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繼續 風生水蒸毒班